名义代表 你说我们是干嘛 我们就是要去开会的 我有出席 你缺席 你说你去做选民服务 我们就不需要选民服务吗 你的意思是 只要去争取建设 议会不用去 那留你的位置干嘛 直接把你的那一块许淑华 牌子拆掉就好了嘛 如果你不能来 那请你请假 你不要签名 就不会领到那个钱 可是 我所拍下来的许淑华相簿 所有的 他都有签到 我正式通过初选的当天 我就开始打许淑华了 那许淑华呢 我就讲 为什么会开始记录许淑华的 大会初缺席记录 委员会的部分 我没有去记 因为委员会的部分 本来就是可来可不来 可是大会不一样 大会是每一个礼拜三的 下午的时段 你要保留下来一起开会的 因为他有讹数问题 而且我们所有市府的提案 都是在大会通过的 所有的表决 也是在大会通过的 可是他从2011年的 21年的时候 10月27 10月28 11月3号 11月24号 12月15号 12月29 30 1月4 6 11 12 14 18 1月25 1月26都没有来 2022年的时候呢 他3月25 3月30 4月13 然后呢 4月13有来 5月4号 6月1号 6月8号 6月15号 22 28 29 8月24号 10月13号 也全部都没有来 我们记了很多年 想要让大家知道说 哇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夸张 就是如果你连议会的开会的大会 你应该到的 你都没有办法到 然后你几乎全部缺席 签完名高歌离席去领钱 然后大会你就跑去民进党开你的中常会 然后丢包选民朋友 不做预算审查 那你进立法院要做什么 你进立法院你不是一样吗 那你就是新潮流的傀儡 跟党的橡皮图章嘛 民进党的橡皮图章而已嘛 要你这样子的立法委员要做什么 好 那我公布这个东西 当然是要看他 因为一刀斑命 他没有办法否认的 因为我每一个出席的记录 我都是先拍他的座位 然后起来去拍他有没有签到 然后再来去拍他 现在是哪一次的会议 现在是几点几分 所以如果你说 我哪里有污蔑你的话 你就举出来说 我某年某月某日 我人在现场啊 那你为什么要扭曲 我明明就在 你为什么要说我没来 你可以这么说啊 可是许淑华的回应是什么呢 许淑华的回应非常非常的诡异 他提供了一张这个 所谓他的形式例 可这个形式例我看了一下 这个颜色区分 我们一般就是说是不同人 所以请问许淑华 代表你的是哪一个 或哪两种颜色 你不要把你助理的行程 也当成是你自己的行程哦 你要看这个行程 我们也一大堆啊 我的行事例上面随便挑一天 也是一大堆啊 大家看到吗 五颜六色的 也是一大堆 你不要随便挑一个过来 你就觉得说 哇 这个就是说都是我去的 你应该要给我上面 每一天你的行事例 比方说我说 2021年10月27号 缺席完全没来 你是不是应该要把 10月27号的行程秀出来 告诉大家说 你有来还是没来 你应该要这么做对不对 可是许淑华完全没有这么做 他就说呢 他每天都在做选民服务 你一直在外面做选民服务 可是大会需要你来开的时候 你却不来 这是什么样的选民服务 做一个立法委员 难道你以后也是一样 都不去立法院开会 然后你在外面做选民服务 你跟大家讲这样子的国会议员 能够交代的过去吗 不可能交代的过去嘛 好 所以呢 他就讲说 我过去自称恶女啊 然后等等替废委员怎样 然后开始帮废委员讲话 第一段帮废宏泰讲话干嘛 你是国民党的吗 要得到你来讲话吗 轮得到你来讲话吗 你现在怎样你要投给他是不是 不是不要再装了好不好 有够恶心的 许竺华真的是够恶心了 你这个只是在人家的伤口上撒盐而已 你以为你这样子讲 国民党人就要投给你啊 你想要挖国民党的票 拜托不要再装了 就像是当时你不敢跟着台下群众说 请大家投给陈时中 你说市长选举让你们随便投 是我马上拿出手机来拍他 他才改口的 不然他在装蓝的 告诉选民说随便投 不好意思啊陈时中 许淑华议员在我们选区里面丢包你啊 他说可以投奖 哇没关系啊 意思是这样啊 你在弄那个谁 何志伟的时候 你在弄高嘉瑜的时候 回头看一下许淑华 在这里陈时中跟你报一个名牌啊 许淑华说市长投谁都可以 投奖哇没关系 所以那么爱选民服务的话 你也可以去选择其他的工作啊 你去做公益就好了嘛 好第二点他开始讲 他说薪水小偷是 许晓卿专属的头衔 然后呢我想说 为什么是我专属的头衔 然后他说因为徐宏廷都没来 他说如果他想知道 议员能不能去政党开中常会 应该去问每个礼拜三下午 去开中常会的徐宏廷议员 啊关我屁事哦 你要找徐宏廷麻烦你去找啊 那你去记录他 嘿可是你不能记对不对 因为你人也不在 我就问你接下来 你一拜三要还不要在 你如果不要在你可以讲嘛 你就直接跟大家宣布 我就是一个大会的时候 不愿意出席 我只想去民进党开中常会的 这样子的一个议员 你公开跟大家讲嘛 你不要不敢讲 然后去扯别人好不好 这样子的逻辑选立委 难怪他们会有一群一个姐妹 就是许淑华跟林抖音 两个人在那边跳抖音 一边骂抖音一边跳抖音 就是他们这种人啊 所以这个逻辑真是吓坏我耶 然后呢再来 他要讲说 我要告诉徐晓星议员 七万件的选民服务 代表我的全新投入 当你在当狗仔偷拍的时候 我在选民服务跟法律咨询 我请问一下 他给我的这个三月八号 礼拜三那时候还没开议啊 你给我一个还不用去开会的时间 然后告诉我 你那个时候在做选民服务 那你没有选民服务 我也有选民服务啊 啊只有你是议员 我不是是不是 然后呢 你说什么叫偷拍 你今天做一个议员 没有来出席 然后我把你记录下来 这叫哪门子的偷拍 当时许淑华多不要脸啊 还说要把我拍漂亮一点哦 诶我是想拍你拍不到你耶 我是想拍你 你都没来耶 你根本没有在镜头里面啦 所以没有所谓的 漂不漂亮的问题啦 翘班魔人真的是好了 说我们在上节目 赚通告费的时候 他在松信会看争取建设 你有没有去上节目 你有没有上过政论节目 你是有上政论节目 但因为你口才不好 人家不喜欢邀请你嘛 你不要自己口才差 然后没有人喜欢邀请你 就说哈 我都在争取建设 只有你会争取建设吗 我们全选区的议员 都很认真的在争取建设啊 就你一个人会争取建设 然后不用去开会 你的意思是 只要去争取建设 议会不用去 那留你的位置干嘛 直接把你的那一块 许书华牌拆掉就好了嘛 留你在这里干嘛 根本不需要嘛 所以这个真的很好笑 谁才是薪水小偷 看得很清楚 你呀 刚才看得很清楚 照片影片都有放在网路上 如果你大会不出席的话 那你的本业到底是什么 你做选民服务 你可以挑其他的时间啊 我们又不是每天 都要进议会开会 就是每个礼拜三的下午两点 大概到三点半左右而已 你这个时间抽不出来去开会 然后你跑去外面 不知道你去云游四海到哪里 你跟我说你这样是对的 我坐在里面开会 我是错的 坐在里面开会的人 被你说成是薪水小偷 跑去外面游神 不知道跑到哪边去的人 是对的 这件事情一开始 你听起来 你会觉得我的相簿没什么 不过就是他没有出席 当他回复 你会发现说 天哪 这个人的逻辑已经死亡了耶 他这样子的人 你让他当立委 他可能什么东西都搞不清楚 然后在立法院里面乱问一通耶 他就是一个党义 他就是一个新潮流的傀儡 他就是一个新潮流包装出来的 他觉得 我把自己弄得形象不错 就可以有诸葛票 就可以选上 不是耶 开会你要去啊小姐 不要再太夸张了 然后不少民众不解的问我 民众是谁 民进党了是不是 这年头把议员 当成像狗仔队才选得上吗 不 我今天如果狗仔的话 是我是去拍你下班以后去哪里 你跟谁出去玩 我有做这件事吗 我有去拍这样的事情吗 我有去公布这样的资料吗 我没有 我讲的所有东西都是一个议员 应该要尽的基本职责 就是在礼拜三的大会里面出席开会 如果你不能来 那请你请假 我们是可以公开请假的哦 就是你请假 然后你不要签名 你就不会领到那个钱 你就没有领出席费 我当然理解 所有的工作都有些时候 你可能会不能到 不能到的时候 可不可以请假 可以吗 那你就请假 可是我所拍下来的许淑华相簿 所有的他都有签到 我都拍签到版 他说另外地方反映 他们很少在选区看到薪水小头 说我说未来半年选战 不要只有拜票的时候看得到人 不是我在开会啊 你不用再开会 在外面晃来晃去 当然看到你啦 但是作为一个议员 或作为一个立委 最基本的职责是什么 是审查预算吧 结果你审查预算的时候不来 在外面走来走去 然后你跟我说 这样是一个对的事情 我在里面认真 损查预算 然后别人没有看到 我说你说我是错的事情 是不是是非黑白 不能这样子颠倒呢 淑华 是非黑白 可不可以不要那么颠倒 进来开会 让别人没看到 你就跟人家说 我现在在开会 做一些应该议员 要做的事情吧 服务 你是做什么服务 你要不要讲给我们 大家听听看 都做哪些服务 服务两个字很会讲嘛 开会不会到嘛 然后他就接下来讲说 过去十几年的 认真问证服务名代 跟薪水小偷我味觉 薪水小偷就是你自己 我请问你说你认真问证 但你在礼拜三的大会 通通缺席 是哪门值得认真 哪门值得问证 问证的场地就在一场 问证的场地 就是我拍下来的那个地方 如果你有在那里 你就有在问证 你有审查预算 你就有来问证 可是你没有 你都不在 你都缺席 甚至是要有人会提前离开 因为为什么他离开了 因为我们后面在讨论 敦化国小被抹红的事情 他就先走了 我们在讨论 我们的选区的敦化国小 被减书陪议员抹红的事情 那我跟吴市政议员 我们两个都有提出 相关的意见 是反对民进党 这样去恶搞 结果跟我同选区 跟敦化国小同选区 一个要选信义 南松山的立法委员 在我们南松山的国小学童 被抹黑的时候 一言不发直接落跑 请问这是哪门子的 一个问证专业 那是哪门子的认真问证 你要好好的问证 那学生家长发了诚情信来 打了电话来 发了声明稿来 你有没有替他们发声 因为减书陪是你朋友 因为减书陪是新潮流 因为减书陪是民进党 所以当他们都做错事的时候 你什么都不敢讲 直接落跑 这就是你所谓的认真问证吗 我坐在议场里面 然后呢 举手也好 听大家讲话也好 我不认真问证 我是薪水小偷 然后你在外面云游四海 不知道跑到哪里去 去诈领助理费 然后你说我超认真问证 最后认真开会的人 然后没有在那边 移滑在那边走来走去的人 然后你就说 你都没有让选民看到你 不是嘛 该开会要好好开会 好吧 好吧 好 好 好